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第257 圣经 旧约 以赛亚书第62篇 我要发言鼓励耶路撒冷 我绝不接默 直到他获救 直到公义向太阳照耀 救恩向火把燃烧 耶路撒冷啊 万国都要看尽你的得胜 所有的君王都看见你的荣耀 你将有一个新名 是上主亲自替你取的 你要成为上主手里美丽的花冠 成为上帝手里的冠冕 你不再被当作弃父 你的土地也不再被称为废墟 你的新名字是上主的宠儿 你的土地被称为美满姻缘 因为上主喜欢你 他要做你土地的丈夫 正像青年男子 迎娶少女 那建造你 要娶你 正像新郎喜欢他的新娘 你的上帝也喜欢你 耶路撒冷啊 在你的城墙上 我要派出守望主 白天黑夜 他们都不可见没 他们要使上主 记得他的应许 不让他忘了他们 他们不让上主休息 直到他重建耶路撒冷 使他成为万国 所称颂的城 上主 以伸出右手 发誓 他定义要实现 他的应许 他的农作物 不再做敌人的粮食 外族人 不再喝你 劳碌得来的酒 你刚种 就有收获 吃自己的食物 赞美上主 你种植 就有葡萄 在我圣殿的院里 喝自己的酒 耶路撒冷的居民 到城外去吧 为归来的同胞 造一条大路 预备一条大道 清除障碍 为万国的人民 树立路标 上主 向普天下宣布 要告诉耶路撒冷的居民 上主 要来拯救他们 他 要把他所拯救的子民 领回来 他们 要被称为 上帝神圣的子民 称为 上主 所 救赎的子民 耶路撒冷 要被称为 上帝 所喜爱的城 称为上帝 不遗弃的城 以赛亚书 第六十三篇 上主 战胜万国 那从以东的波斯拉 城来的是谁 那穿着华丽 红色袍子的是谁 那具有威力 向前迈进的是谁 他是有拯救大能的上主 他来宣告他的胜利 为什么他穿着红色的袍子 像采葡萄 像采葡萄 酿酒的人 上主回答 我践踏万国 像在葡萄一样 我 不用找人来帮我 我在愤怒下 践踏他们 摧毁了他们 他们的血 沾染了我的衣服 我早就决定 我拯救我子民的日子到了 我惩罚我子民 仇敌的日子到了 我惊讶 为什么 没有人来帮助我 来支持我呢 我的愤怒 使我更坚强 我亲自打了圣仗 我在愤怒下 践踏万国 摧毁了他们 我使他们 血流成河 上主恩待以色列 我要述说上主的慈爱 我要赞美 他在我们身上 所成就的事 他有仁慈和不变的爱 他厚厚的赐福 给以色列人民 上主说 他们的确是我的子民 他们绝不撒谎 所以他拯救了他们 在他们的苦难中 他也受苦 拯救他们的 不是天使 而是上主自己 因着他的慈爱怜悯 他拯救了他们 他以往时常看顾他们 但是他们背叛他 使他伤心 因此上主 成了他们的仇敌 跟他们作对 可是 他们仍然记得 遗忘的事 记得上主的仆人 摩西的日子 他们问 上主在哪里呢 他曾经从海中 救了他的子民 和他们的领袖 现在 这位把他的圣灵 赐给摩西的上主 在哪里呢 他曾经以他的大能 记住摩西 行神迹 把水分开了 令他的子民 经过深海 使人永远 记得他的名 他现在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上主 曾带领他的子民 使他们的脚步 稳健 好像马 在平原 从不绊倒 向带牛群 进到山谷 上主的灵 让他们歇息 他带领他们 使自己的名 得称颂 求怜悯 和求帮助的祷告 上主啊 求你从天上 看顾我们 求你 从神圣 荣耀的居所 关怀我们 你的大能 在哪里呢 你的慈爱 怜悯 在哪里呢 求你 别不理我们 你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 雅各 已经不承认我们 但是上主啊 你是我们的父亲 从亘古到现在 你是我们的救赎主 上主啊 你为什么 不让我们 离开你的道路 为什么让我们 那么顽固 不敬畏你呢 为了那些 始终服侍你的人 为了那些 一直属于你的人 求你回心转意 我们是你神圣的子民 我们一度 被敌人赶了出去 他们蹂躏了 你的圣索 你带我们 好像你从来没有 治理过我们 好像我们 从来 不是你的子民 以赛亚书 第六十四篇 上主啊 你为什么 不把天撕开 亲自 降临人间 高山 看见你就发抖 他们站立 像干柴烈火的滚汤 求你 向你的仇敌 彰显你的大能 使霸国 在你面前颤抖 你曾前 曾经降临 做了使人惧怕的事 是我们未曾 料到的 高山 看见你就发抖 没有人 看见或听见 像你一样的神 没有 其他神 为伺候他的人 行过大事 他越纳 你越纳那些好行善 不忘记你的教诲的人 你向我们动怒 我们还继续犯罪 虽然你发烈怒 我们仍然犯自古以来 人所常犯的过错 我们都有罪 连我们最好的行为 也像污秽的衣裳 由于我们的罪 我们像枯干了的树 也被风吹散 没有人向你祷告 没有人向你求助 由于我们的罪 你不理我们 你遗弃了我们 上主啊 你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像泥土 你像陶匠 我们都是你亲手造的 求你不要向我们发烈怒 求你不要长久 记住我们的罪 我们都是你的子民 求你怜悯我们 你神圣的城 西安已经荒凉 耶路撒冷 已经成为废墟 那最神圣 最美丽的圣殿 我们的祖宗 曾在那里 送赞过你的地方 已经被烧毁了 我们所喜爱的地方 都被毁坏了 上主啊 这一切不打动你的心吗 上主啊 你不来帮助我们吗 我们已经忍受不了 这痛苦了 以赞亚书第六十五篇 上帝惩罚背叛的人 上主说 我随时要答应他们的祈求 但是他们不求 我等他们来寻找我 但是他们不来 虽然我一直呼喊 我在这里 我要帮助你 但是这是一个 不向我祷告 的国家 我随时要接纳 背叛我的子民 他们却顽固妄为 一意孤行 他们当着我的面 不乱地惹恼我 惹我生气 他们在所谓 神圣花园里 先生气 在异教的祭坛上 烧香 夜里 他们洞穴 他们到洞穴和坟场去 向死人的幽灵求问 他们吃猪肉 和寄肉的汤 然后对别人说 不要接近我们 我们太圣洁了 碰不得 我实在不能忍受 他们的行为 我对他们发的烈怒 像不熄灭的火 我已经决定 怎样惩罚他们 我写好了判决书 我绝不宽容他们 我要因他们 和他们祖宗 所犯的罪 报应他们 他们在山上的庙里烧香 在那里毁谤我 所以我要照他们的恶行 惩罚他们 上主这样说 没有人糟蹋好葡萄 他们要用好葡萄 酿酒 我也不毁灭 我所有的子民 我要拯救那些 侍奉我的人 我要赐福给属于 犹大之族的 以色列人 他们的子孙 要承受我的山 侍奉我的选民 要承受那地 住在那里 他们要敬拜我 要在西边的沙伦平原 牧羊 在东边的灾难谷 放牛 但是 你们这些离弃我的人 却不同 你们 藐视起安 我的圣山 去膜拜 加迪 和米尼 所谓幸运 和命运之神 你们注定 要惨死刀下 因为 我呼叫你们 你们不答应 我讲话 你们不听 你们故意 不服从我 做我不喜欢的坏事 所以 我 至高的上主 告诉你们 凡是敬拜我 服从我的人 都要有足够的饮食 你们 却忍受饥渴 他们 要欢乐 你们 却忙羞 他们要欢心歌唱 你们 却伤心哭泣 悲痛哀嚎 我的子民 要把你们的名字 当 诅咒 我 至高的上主 要置你们于死地 但是 顺服我的人 我要赐给他们新名字 在这块土地上 任何求服的人 都要到信实的上帝面前 来求 任何要宣誓的人 都要奉信实的上帝 宣誓 因为 遗忘的困难 都消失 被遗忘了 新的创造 上主啊 我要创造新天新地 以往的事 都要被遗忘 上主说 不留痕迹 你们 要因我所创造的一切 永远 欢喜快乐 我所创造的 新耶路撒冷 将充满喜乐 城里的居民 要欢心 我自己 也要因 耶路撒冷 欢心 为城里的居民 喜乐 大理 再也没有哭泣 没有哀嚎 小孩子 不会夭折 老年人 都想 长寿 活到一百岁的 算是年轻 被满一百岁死去的 可说是 受我诅咒的 他们造了房子 自己住进去 他们住了葡萄 和自己 损酿的酒 他们 绝不让别人 住进自己的房子 或让别人 喝自己的酒 我的选民 要像树 那样尝命 他们将 长久享受 自己工作的成果 他们所做的事 都会成功 他们的孩子 不会遭受灾难 我要赐福给他们 和他们的子子孙孙 他们尚未呼求 我已经答应 他们祷告备晚 我已经成天 狼和羊 要在一起吃东西 狮子 要像牛一样吃草 蛇 不再伤害人 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 不再有伤害 或邪恶的事 上主 这样 宣布了 以赛亚书 第66篇 上主 审判万国 上主 这样说 天是我的宝座 地 是我的脚凳 你能为我 造哪种电雨 给我什么 安息的住所呢 我亲手 创造了 宇宙万物 我看顾 谦卑 痛悔的人 也喜欢听从 我的话的人 也喜欢听从 我话的人 至于一般人 他们为所欲为 他们杀牛 做生计 或用人 做生计 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样 他们献小羊 或杀一条狗 献素剂 或献猪血 烧香 或向偶像 祈祷 都没有差别 反正他们高兴 用可厌恶的方式崇拜 所以 我要降下 他们最害怕的灾祸 因为我呼叫 他们不答应 我讲话 他们不听 他们故意 不服从我 做我不喜欢的坏事 敬畏上主的人啊 你们要 听他的话 他说 因为你们对我忠心 你们的同胞中 有些人恨你们 跟你们断绝了来往 他们讥笑你们 说 让你们的上主 显出他的伟大 好说 我们看看 你们多高兴吧 但是 他们将要蒙羞 听吧 成立 有喧嚷的声音 那是从圣殿 发出的 是上主 惩罚仇敌的声音 我的圣成 正像一位 没有经过阵痛 突然生产的妇女 你们 可曾看见 或听见 这样的歧视吗 有哪一个国家 是在一天之内 一下子生下来的 可是西安 不需要长久的痛苦 就要建立起来 不要以为 我会让我的子民 到了产期 还生不出来 上主 这样说了 你们 要跟耶路撒冷 一同欢乐 烦爱这城的人 都应该为他高兴 你们曾经 为他悲伤的人 现在 要跟他一起欢乐 你们 要享受 他的繁荣 正像婴儿 在母亲还中 吃奶 上主 这样说 我要 使你们 长久繁荣 万国的财富 要像川流 不息的 溪水 流到你们 大利 你们将 像一个 有母亲 亲自 喂奶的孩子 在母亲 怀抱中 受 抚慰 爱护 我要在 耶路撒冷 安慰你们 向母亲 安慰 自己的孩子 当你们看见 这一切事 发生的时候 你们 会欢欣快乐 你们会 健康 兴盛 那时候 你们 就知道 我 上主 亲自 帮助 服从 我的人 但 我要对 我的敌人 发怒 看啊 上主 要带着火来 他 要骑在 旋风的翅膀上来 惩罚 惹他 愤怒的人 他 要用火和剑 惩罚 所有犯罪的人 许多人 要被处死 上主说 那些行 异教 洁净 仪式的人 那些排着队 到所谓 神圣花园 去吃猪肉 老鼠肉 和其他 可厌恶的食物的人 他们的末日到了 我知道 他们的心思和行为 我要召集万国的人民 当他们聚集的时候 他们 就会看见 我的荣耀 也知道 那惩罚 他们的 就是我 可是 我要留下 一些人 拆他们到各国 和遥远的地方去 那些地方 从来没有人 听见过我的名 没有人 看见过 我的荣耀 和全能 我要拆残存的人 到他师 利比亚 以善涉 文明的 里底亚 土巴 和希腊去 他们要在这些国家中 宣扬 我的荣耀 回来的时候 他们要从各国 带回你们的同胞 作为献给我的礼物 他们带回来的人 都骑着马 骡 骡 骡 坐战车 或货车 到我的圣山 正像 以色列人 拿捷径的器皿 到圣殿 去献宿祭一样 我要案例 他们中的一些人 做祭祀 和立位人 正像 我创造的 新天新地 永久 长存 你们的子孙 和你们的名 也要 长久流传 在每月的初一 和安息日 各国的人民 都要到耶路撒冷 来敬拜我 上主 这样宣布了 他们离开的时候 要看见那些 背叛我的人的尸体 注视他们尸体的虫 永远不死 焚烧他们的火 永不熄灭 普天下的人 都要 烟弃 他们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